第2184集 你不会 因为你是思家的人 思家的人都是有报复的人 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思家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思青兰道 思青兰 你会后悔的 思明空怒激而笑 你不杀我 迟早有一天 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 不杀你 是因为你是思家的人 大伯 我们真的非得要自相残杀吗 思青兰回过头 他看着思明空的双眼 而且我也要让你知道 想做思家的执掌者 不仅仅是要有实力 你还要有不畏惧一切的胸襟 胸襟 你有吗 你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 你有什么胸襟 就凭他放了你 这就是他的胸襟 这点胸襟你都没有 你这种人 是注定成不了大事的 叶昊轩冷笑道 不服气吗 如果今天晚上换作是你赢 你能放了这一屋子的人吗 思明空不说话了 的确 如果他赢了 他不可能放这一种人离开的 而他现在还是思青兰最大的敌人 但是思青兰却可以放了他 就凭这个 他就远远的不如 你总觉得 你自己跟别人差的不远 但是你没有弄清楚有一点 你自己是什么德行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要不是你今天突然出现在这里 我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叶昊轩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这种人 如果放他回去 他真的会在坏事的 我既然答应放过他 那就不会反悔 如果哪天他真的来私家找我 我奉陪就是了 好 不愧有一家之主的风范 叶昊轩伸出了大拇指 思青兰 你会后悔的 思明空咬牙切齿地站起来 放下了一句狠话 转身就走 叶先生 谢谢你出现 为我们私家解围 今天的事情真的是谢谢你了 以后我们私家呀 只要是叶先生有用的找我们的地方 我们 必定义不容辞 私家的几位长老上前 对叶昊轩拱拱手 不用客气 大家都是自己人 叶昊轩飞飞飞的一笑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私家 以后肯定会站在自己这一边 举手之劳 能得到私家的认可 这笔生意怎么算都不会亏的 倒是郭气 这个人可是意外之喜 郭气的祖上是锻造大师 叶昊轩觉得要跟他好好聊聊才行 各位各位 这里跟离我家是不远的 不如各位到我家里面坐坐 也算是让我先进进这个地主之意 胡军及时的出现 这家伙精明着呢 他肯定知道叶昊轩的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他提前一步把叶昊轩想说的话给说出来 把私家的人带到自己家 好生的招待 那这样的话郭气自然也就跑不了 看得出来 郭气现在早已经不出手锻造武器了 私家能请得动他 那就说明他与私家的关系一定非同小可 于是私家的这一众人便随着胡军回岭南去了 晚上 叶昊轩约郭气出来见面 叶先生啊 久仰大名了 郭气对着叶昊轩一拱手 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 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这一次算是三生有幸啊 客气了 郭兄弟是郭氏炼气一族的传人 现在能继承祖上炼气的人真的不多了 叶先生说笑了 我不过就是一个有点手艺的打铁匠 我爸那一代他就是打铁的 不过现在有高科技代替这些东西了 我也就失业了 不提了不提的 郭气虽然是哈哈大笑着 但是他的话里面 却有着说不出来的心酸呢 想他堂堂炼气一脉 曾几何时 那也是宏极一时的存在 在上古的时候 一位炼气师 可是各大宗门 竞相争夺的对象啊 只是随着这个世界的灵气越来越少 炼气者 再也没有办法锻造出来气灵之魂 也再也没有好的忌气之物 所以这一脉就算是没落下来了 尤其是郭气的父辈等 那更是沦落到打铁的地步 而现在呢 机械代替了人工 郭气甚至连打铁的这份工作都没有了 如果不是他还有着一身惊天动地的灶气之才 现在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哈哈哈哈 郭氏一族 祖上打造出来的神兵力气不在少数 现在这个时代 真的是埋没你了 那能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时代在发展 要与时俱进嘛 没有办法 咱们都得认命啊 可是这个世界 跟以前又不一样了 灵气复苏 我觉得你的时代 终究还会来临的 真的吗 郭气双眼中闪着光 其实他有感觉 最近天地灵气复苏 六大真武世家现世 再加上着日益变化的远古世界 这一切都有可能会回到以前的时代 他也觉得他有用武之地 这也是他为什么出山的原因 他空有着一身炼气的奇能 但却连打铁都打不了 真的 这个世界的变化 我想你也应该看到眼里了吧 灵气复苏 但是那个时期的武器 早已经被毁得七七八八了 如果你现在能出山 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机会 就算是灵气复苏 真武世家现世 那又能怎么样呢 天地灵气虽然高 但是没有趁手的材料 我也没有办法 郭气沉默了片刻 叹了一口气 你忘了远古世界了吗 那个地方 可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地方 远古的一切都在这个世界上重现 我觉得 等灵气彻底的复苏 那里面的东西 会大量地涌入现实世界 到那个时候 郭兄难道你还怕材料不足吗 不存在的 只要你够努力 你想要的东西都有 真的 这 真的是这样的吗 郭气喃喃地说 说真的 他有些心动了 他不愿意郭氏一族的炼气之术 彻底的没落 他也不愿意这个世界 再无炼气一说 如果说真的是那样 那他郭气 存在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如何对得起 他郭家的列祖列宗呢 当然是真的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哎呀 仓库搬运工 偶尔开下插车运货 我就是社会底层的人呢 靠着一身满力吃晚饭罢了 那真是可惜了 这 这何止是可惜 这是暴天天物 你的生活不应该是那样的 这样吧 天宫的七步面临重组 重组之后分为天地 洪荒 道玄 以及龙饮五步 我们所在的龙步 就是龙饮 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龙饮 我保证 在那里 你的实力会得到超长的发挥 而你们郭氏一族的炼气 也会重振昔日的声望 这 这 真的吗 郭气双眼放光 他盯着叶好轩 我 我一个人呢 肯定是不行的 郭氏一族 我是现任的组长 虽然没落 但是组里的人手艺是没落下的 现在有八名士族子弟 分在全国各地 能不能 你有族人 哎呦呗 这可把叶好轩给乐坏了 叶好轩倒是吃了一惊 他盯着郭气道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只要你们肯来 我保证 他们不用再像以前 跟普通人一样生活 那好吧 我 我加入龙步 郭气咬了咬牙 他下了决心 好 回头我给你安排 你现在就去召集你的各路的族人 我给他们地位 相信我 郭兄弟 过不了多久 你们的能力 都会有用武之地的 哎 好嘞 叶先生 我明天就回去 召集族人 郭气带着希望 他们炼气一脉 已经被埋没得太久了 现在如果有一个机会崛起 他会毫不犹豫地抓住不放的 跟郭气聊了很多 直接把他灌醉 让人扶着回去 叶浩轩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看来郭气跟着自己的事情 稳了 你看得挺远的 思青兰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叶浩轩的身后 哦 你有什么见解吗 远古世界出现 隐世家族现世 灵气复苏 这一切都代表着 曾经的那个世界 要回来了 虽然这些对普通人的影响不大 但是对于你这个阶层的人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早在那个修着横行的时代 一名炼气师 是多少宗门争相抢夺的对象 现在炼气一族 居然没落到这个地方 这恐怕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但是你能早人一步看清楚 这已经是超过了大多数人 叶浩轩 你看得很远 我没有看得那么远 只是现在这个世界 已经不是以前的世界了 单凭我一个人 可能无法对抗 这个世界上的变数 所以你就把大家给集中起来 等真的有变古的时候 你也会拥有 对抗天道的力量 我能这么理解吗 对 等有变古的时候 我也会拥有 对抗天道的力量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 你当然不是为了自己 世界上的变古 实在是太多了 远古世界那里的资源 是各大政武家族 争相抢夺的地方 六大政武家族 以及一些散修政武者 都把目光放在那 这次天部重组 也是为了对抗未知的因素 是啊 天宫重组 为的就是对抗的一些因素 而且我也觉得 龙尹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存在 不知道龙伯走的是什么起 但是我得为他把好关 不然 辜负了他的信任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至少这一次 你已经为龙尹 争取了我们思家 还有郭契 思青兰话里有话地说 叶昊轩笑了笑 他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他沉引了一下 你们思家 看得比较长远 你觉得 以后的局势 会变成什么样的 天机不可泄露 不过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终归是有秩序的 不管再怎么变 也逃不过天地大道之序 你的这个回答太敷衍了 不过我知道 天机不可泄露 我们思家代代谋士 冥想之术修到极致 便是透彻之心 可尚规天机 下宁幽冥 过去未来的事情 了然在心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 现在你所做的是对的 这个世界已经是在改变 未来不久 一定会变成 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虽然达不到 远古洪荒那个时代 但证物者的数量 也会越来越多 灵气复苏 天下要变了 有你这一话我就放心了 其实这些天来 我一直在战战兢兢的 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 到底是对还是错 现在有冥想者对我这么说 那么我就可以放手去干了 我所做的这一切 并非是为了自己 你应该了解吧 我知道 你所做的这一切 并不是为了自己 这个世界上 还是以普通人为主的 如果这个世界改变 那么 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强者约束 有些人 是需要你保护的 谢谢李姐 叶浩轩有些意外地 看了思青兰一眼 说实在的 思青兰的说法 有些让他出乎意料 他很了解自己 是啊 这个世界已经在发生改变了 未来不久 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 强者横行的时代 而强者是自己顺颖天道而生 这个世界上的原本法则 已经没有办法约束他们了 而叶浩轩觉得 世界上大多数人 还是普通人 他们辛苦一生 为的就是能与自己的家人 享受一下天伦之灯 他们没有错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强者 去设法约束这个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 将会变得一团糟 所以叶浩轩下决心 自己要去做那个人 这个世界 他来守护 所以会叶浩轩下决心 你怎么会叶浩轩下决心 你怎么会叶浩轩地